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立法会迎接2015年度施政方针时透露 当局将在今年开展新类别公屋政策咨询 新类别公共房屋将以现有社会房屋为参考基础 但目标群体有所不同 汇集无力购买私楼的年轻人及新婚家庭 以解决居民的居住需要 新类别公共房屋实施前景如何 又是否会与现有的社屋经屋政策有所冲突 运输公务司司长罗立文早前在立法会上透露 当局将会在今年开展新类别公屋政策咨询 将为及无力购买私楼年轻人及新婚家庭 以解决市民居住需要 政府构施新类别公共房屋 将以现行社会房屋作为参考基础 针对行政长官崔世安早前表示 将落实填海兴建28,000个公屋单位 并调整5幅土地再兴建4,000多个公屋单位 而5幅土地其中一块位于游汉 由于上纸有公园及社字楼 条件不宜兴建太多公屋 对于新类别公屋计划 有人事建议以社屋为参考是关键 年轻人如努力或有能力买私楼 控制社屋即可开放申请循环使用 以非流入私人市场 关注澳门关注时事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澳门有限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时事正论节目 议员讲坛 我是李扬 今天议员讲坛邀请到的嘉宾是 立法会议员欧景欣 你好 各位观众好 以及群立智库常务理事陈嘉良 早知好 各位观众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新类别公屋相关问题 那么二位早前公务运输司司长在市政报告引説中 计划向全社会推出位于年轻人和新婚阶层的新类型公屋 对于这个新类型公屋二位是怎么看的呢 政府突然提出这个所谓新类型公屋 这个在现时这个阶段其实比较难理解的 因为理论上当一个社会 如果公共房屋的资源方面很足够 那就是针对现时的这些需要的时候 已经是基本问题解决的情况下 我们去开一些新的队伍 来到去满足不同的需要 那这个就很合理 但是现在很清楚 现在我们目前的公共房屋里面 有京屋和社屋这两条队 都已经是在政府的房屋局那里 已经处理到几乎鸡毛鸭血的情况下 大量的京屋的申请者在等候 而大量的社屋轮后者 亦都是在确认资格之后等候的时候 那这个公共行政效率都很低下的情况下 拖延了很长的时间 而突然间这个时候又杀一队新的东西 的公屋的队伍出来 然后去给一些新的需求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很难去理解 当然如果针对青年新婚夫妇这些来说 那其实上现在的京屋已经是包含了他们的了 那为什么另外又放了一队呢 那这个我觉得需要政府是有进一步的解释 究竟他凭什么来做出这个构思 陈先生您怎么看呢 现在澳门的那个房屋问题 住屋难这个问题 其实更加需要的可能是政府一个整体的计划 就是说私楼是怎样的 公屋是怎样的 或者私楼和公屋之间有没有一个过渡 应该是一个总体的计划 就是我经常所说的就是澳人澳地 澳人澳地不是某一种房屋 而是整体的一个土地政策 使得澳门人能够安居落叶的 现在在这个阶段里面 政府是扔了这个新公屋的这个构思 一侧我们都认为政府其实是 都想做些事的 就是看到可能一些阶层 他们对房屋有水球住屋困难 就想会提供一些方法 所以就在新公屋里面做一些思考 那肯为某一些阶层去做这个思考 其实这个应该要鼓励的 但问题就是我觉得新公屋 现在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之下 必须要有几个原则它应该要符合 第一就是不能够影响原来的社屋 和京屋的那个资源分配 否则你又多了房屋出来的话 其实只能够搞 第二样东西就是你做好划分 那现在这个新公屋 它那个申请资格 如何跟原有的社屋 京屋之间做一个划分 进场退场等等资源处理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因为根据京屋法的修改之后 其实它的收入的水平已经是 涵盖了澳门七成的市民 当中你还有多少空间 可以撥出来做新公屋呢 所以其实我们很等待一个 比较详细的论述 第三样东西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 现在特别强调青年和新婚夫妇 OK 我们都承认青年和新婚夫妇 他们的确是有全屋困难的问题 但是可能整个社会 我们社会是各个阶层都会面对有的 如果其他阶层呢 中产人士或者是其他的阶层 就是说你新公屋做这个政策的时候 有没有做到一个全面的考虑呢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期待更加多的资料 但是希望能够符合以上三个原则 那么刚才陈先生也说到了 新的这个公屋政策 不能影响到原有政策的这个分配 但是二位觉得虽然说政府现在只是透露了 这个新的公屋的大体计划 还没有出台具体的措施 那么新类型的公屋 有没有可能说影响到原有的社务跟禁屋政策呢 因为现在的确是不清楚了 因为事实上我想年轻人和新婚夫妇 其实现在在我们的京屋的牌后的轮后里面 其实本身它已经在这个轮后对面里面了 因为你看到就算我们在过去 13年尾到14年初 这段时间的那个申请经济房屋的 有四万多个家庭 这四万个家庭里面 个人申请 应该估计 个人申请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来的 已经是在队伍里面 其实是占了一个很大的部份 而新婚夫妇也是一个核心家团 也都会在那个经济房屋里面的一个部份 所以如果你说作为政府 是调动足够的资源 因应有四万多个家庭的申请 我怎样调动足够的资源 去满足这四万多个家庭的一个需要 其实已经是整体解决了所有问题的了 但现在你说 我现在开一个新的队伍出来 我是不是又将在那四万多个家庭里面 又抽一部份人出来 放开另一条队伍 而我们的资源又怎样分配呢 所以刚才说到陈先生提出的 就是不影响到现有阶段的 这些轮延正在经济家庭的人的问题 是基本上做不到的 因为很明显的 因为这个资源是完全重叠了的 是那个住屋的 供应又重叠了 供应又重叠了 供应的需求的人群也重叠了的时候 你强行去划分 然后拉多一队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自焦烦恼的 我觉得 政府最正路的做法 应该就是针对现在澳门的 京屋的严重不足的需求 我怎样调动足够资源 去解决现有的京屋的轮后者 这个才是一个最正途的做法 而不是搞多一队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 好像为他们思考 但实际上我觉得似乎是花招多一点 陈先生您怎么看 我都接着刚才我说 我们最担心的是这件事 你多了一个政策 表面上是好 但如果在整体的公屋资源 未能够充分的时候 你怎样去划分 定义是怎样 所以其实你现在去说 应不影响到原来那个 社屋、京屋的资源 其实现在是无从探讨的 因为它没有定义 丢出来 亦都说土地来源在哪里 亦都没有说 会不会有一些公屋 已经是缺了做社屋和京屋 你就不要去触碰它 就在新的土地储备里面 或者收回来的限制土地当中 去做这件事 有没有一个论述在那里呢 我们是见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 应该有一个整体的房屋策略 包括你私人房屋市场 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公共房屋市场是怎样的情况 最重要是善用澳门特区手上的土地储备 包括我们的新田海区那几块土地 以及还有没有条件去 现在横及有租借的话 那些土地是怎样用的 还有就是收回来的限制土地 相用的 哪怕是非相用的 在这里做一些文章 就是说做一个总体的土地规划 澳门澳地的政策 这个可能更加会符合 解决澳门整体房屋市场的一个良策 确实大家就是比较关心 这次政府推出的新类别公屋计划 到底是在原有的收屋和京屋中划分出来 还是在新的土地上建设 那么就是二位觉得 如果说政府现在在新的土地上来建设京屋 现在有这么大的闲置土地来建设新类别房屋吗 在我的角度来说 其实现在在社会对公共房屋 特别对京屋 尤其是对京屋 那个需求这么大量的情况下 其实政府手上有的土地资源 都应该基本上是能够尽可能投放 去轻建那个京屋 也都按照一定的需要来轻建的社屋 但是多一类型的新的公屋的时候 究竟这公屋是什么来的 怎样去找土地来建设 其实现在是没有一个清晰的划分的 当然有一个地方可以比较明显的划分 就是什么 譬如填海新城A区 行政长官在竞选连任的时候 将填海新城A区 由本来16,000多个单位 约升成为32,000个单位 32,000个单位 他承诺了有28,000个单位 是拿来做公共房屋 现在剩下的4,000个单位 不是拿来做现在的社屋经屋的公屋 那4,000个单位是否他说的新类型公屋呢 如果是 那就是说 等于32,000多个单位 全部都变成公屋了 但如果不是 我们只是说28,000个单位 原来是经屋 再拔一条队出来 去搞新类型公屋的时候 可以这样说是 我刚才所说的 你是政府找来搞的 所以由这一度上 怎样去说发掘多点资源呢 其实澳门土地资源就是这么多的 当然你说我们陆续还有 CDE区的新的填海 B区是不是 B区将来是正法区 CDE区将来是新的填海的时候 其实现在社会上 面对了公共房屋需求这么大 其实大家公众都想着 CDE区这些是中央批给澳门 来到去填海的时候 是希望优化澳门人的居住条件的时候 其实现在大多数人都看着 CDE区都期望将来 它是相当一部分 是拿来做公共经屋 或者社屋的 那情况是 你又拔多一条队的时候 究竟 究竟是怎样分配 其实这个是 真是很需要 政府真是有比较详细一点的解释 究竟它这个是 在原来这些 已经是作为做公屋的资源里 拔出来 还是它另外去 向中央政府申请多个F区 来到一个新的填海 我不知道 所以这一点上 我觉得政府真的需要 在这个问题上加以澄清 那么对于这个新旧两类房屋政策 民众会不会就出现重复申请 使得政府的行政焦虑解慢呢 这个问题 你现在这样问 其实我们是 真是很担心这个问题 但是 就是怕到底你要是回来 就是说你那个新公屋 有没有定义 包括土地的那个 如何去支撑 包括它的那个受众 入来是怎样 退场是怎样 我们真的都 其实一样东西 你经济房屋 其实现在涵盖了 是七成的市民 如果大家做好这个供应量的话 其实大多数的澳门市民的话 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撥出新公屋出来 定义是什么 优先次序是什么 退场机制是什么 其他的阶层有没有照顾到 其实我们是很想知道的 所以这个重复申请的话 我想现在去探讨 我们是担心的 但是呢 就要等到它的定义出来之后 可能会仔细去研究的比较清楚 好 谢谢二位嘉宾的分享 那么我们稍作休息 广告回来之后 继续讨论新类别房屋相关问题 欢迎回来 下面我们一起探讨新类别房屋相关问题 那么大家都比较关注 新类协的房屋是面向年轻人和新婚夫妇的 那么日后在于对于这个申请人的鉴别问题 会不会出现一些比较模糊的定义 到底多年轻算是年轻人 到底结婚多久算是新婚夫妇呢 二位怎么看 的确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这些怎么解定呢 其实我们看回一个个案例子 就是在何厚华时代 就是在第二届的行政长官的时候 曾经提出一个就是说 我们搞一个面对新婚夫妇的 先租后买的一些比较体面的单位 那么当时的目标就是说 就是拿这个澳门电视台对面那个妄言楼 是拿来做这个计划的 他又提供几百个单位 结果后来都胎死腹中 都搞不定 因为我想这里是中间存在了技术的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有一个新的队伍 就是拿几百个单位出来 而又立刻带来一大队的新婚夫妇来排队的时候 那其实政府自己玩死自己 很明显 所以当时为什么后来这一个就变成一个 就是胎死腹中的计划 那么好了 现在我们新司长又来了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计划放出来了 同样会面对这些问题 所以我这点上面就是 所以一直以来我认为逻辑上是很有问题 我都很理解 为什么要搞多一对新队 你真是用心去搞好现在的景屋供应 其实所有澳门人都已经包括在内的问题 已经解决就好过去搞一个新的问题出来 去点着一个新的火头 我想这点上面的确是 将来就算能够清楚界定 我想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共 就是行政的工作等等的问题 一定会随之而来 陈先生您怎么看 有多年轻才为之年轻 有没有年龄上限 也有没有年龄下限 那就是这个又有一个问题 我30岁年轻 那么我31岁年轻不年轻呢 你照顾了30岁 我31、32 真是惨了 那两年我就照顾不了 那新婚夫妇的定义是什么呢 一年算新婚 兩年算新婚 三年我就不算新婚 又是一個怎樣的問題 所以我想如果政府真的要做 如果真的要推出公共防局的話 要做很多的諮詢工作 可能還要參考鄰近地區 有沒有一些這樣的例子 怎樣去定義 這個的確技術上有很多的問題在這裏 但亦都會引起其他問題 剛才我講過 你的公屋為何會是新婚夫婦 年輕人 他們肯定有一個住屋困難在這裏 作為政府意不容辭 要去照顧解決他們的問題 其實其他階層都有 即是你做了這個定義之後 可能衍生出來 你再劃多幾對出來 我們是中產階級 或者我是老人家 或者是怎樣怎樣年紀 到時可能又會陸續有來的問題 即是你一定要解釋清楚 為何會有新公屋 新公屋的操作方法會是怎樣 其實現在我們都強調一句 就是新公屋已經涵蓋了 新公屋已經涵蓋了七成的 澳門居民的收入 其實如果資源能夠做得好的話 可能在新婚夫婦 或者在年輕人的就業已經解決了 其實如果之前有個治安居計劃 治安居計劃當然有它的缺陷在這裏 譬如和經屋、社屋爭奪資源 還有定價會比較高 還有就是會等等資源處理的問題 其實你認真去做好這個治安居的計劃 未必是不可為的一件事 即是說在有私樓和公屋之間 因為它的價差現在真的比較厲害 可能是一個十萬元一個平方 一個可能是兩萬多一個平方 有一些年輕人或者一些中產階級 他們想改善自己的住屋問題 即是好一點或住好一點 日後未去到先屋 其實會不會在那裏搭建一下 即是認真去檢討治安居計劃 即是修正 這樣使得澳門整個房屋市場 由社會房屋、經濟房屋 再一個我們不叫治安居 即是我們不久都認為應該是限價 限購合意上的澳門、澳地 是指定給澳門居民的 即是價錢有限制的 在這個範疇搭建好它 可能是一個比較完善的一個房屋政策 才是一個問題的根本解決 我們希望都是這樣 那麼有評論就說 對於年輕人應該鼓勵先租後買 就是在積累了一定的經濟能力之後 再轉而購買金屋 對此不知道嘉賓怎麼看 到底我們應該制定什麼樣的政策 來有助於年輕人緩解房屋的經濟壓力 可以更加專心的去拼搏試驗呢 我相信現在其實 政府來說是一個新的類型的公共房 其實我想它是有一定構思 就是你這類先租後買的模式 因為實際上就算年輕人可能 第一它當然排京屋有困難 就算排到京屋的時候 可能它付出首期都是有一定情況的困難 所以於是搞出一個新的類型 但問題就是構思又不夠清晰 因為就算是先租後買也好 其實它一樣同樣是佔用公共資源 即是說始終你是現在整體的公屋供應量 不足夠的情況下 你怎樣可以抽到一部份出來做到這件事呢 還有這件事同樣是一個需求量很高的情況下 所以在這樣的目標前提底下 我覺得就算是先租後買 跟我們過往 奧普時代是有的 奧普時代是因為我們的公共房的來源 就來自不是政府自己興建 而是政府可以透過公共房屋的合同 去給一些發展商 發展商起了的時候 譬如說起600個單位 可能有300個單位屬於發展商 自己私人樓宇 有3個單位拿來做 給政府回報單位做公屋 政府就把公屋賣出的就不是京屋 賣剩的就拿來做社屋 於是在一幢大廈裡面 可能混雜著私人樓 京屋和社屋的三樣東西在這裡 所以當時容許你住在社屋 到你一定收入好一點的時候 你就可以買了現在我住在這間屋 那我首先進入社屋就變成京屋 所以當時是先租後買用這樣的概念 但現在你說先租後買的時候 現在政府又說不是我想租出去的 是醒屋歸醒屋 京屋歸京屋 如果到時炒一塊時 可能有管理上的困難 之餘此類 就變成又去面對另一個問題 究竟這個所謂先租後買 究竟是否真的行到 是我們住在這塊先 然後將來有能力去買京屋時 買另一塊呢 是不是這樣呢 整個政策上是非常混淆的 特別以現在為例 其實我們現在經濟法法裡面 就有一個所謂保留單位 保留單位是甚麼意思呢 保留單位就是如果你住在社屋 而你的收入超過社屋上限 所謂叫做社屋庫戶的時候 在經濟法法裡面的保留單位 就可以讓這些社屋庫戶優先 去買京屋單位 來解決他那個社屋庫戶的問題 但問題就是說 我們連京屋一般的供應都不夠的時候 我哪可能在現在有這個法律 定了保留單位 但一個單位沒有保留過 全會拿出來 去給一些京屋申請 完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 只是現在我們有法律 政府也執行不了的時候 我以後再搞多一隊出來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政府是怎樣 怎樣搞得它 由於近年來 在私樓的價格不斷提升 遠遠超過了居民的購買能力 有人士也曾建議說 政府應該增加工屋佔樓市的總體比例 那麼二位認為就是這個 工屋跟私屋如何的比例能夠既活躍市場 又不至於造成居民太大的居住壓力呢 陳先生您怎麼認為 這個牽涉到總體的房屋政策是怎樣 因為如果說真的 你如果沒有限制的話 現在澳門大概工屋跟私有支比 工屋應該是22%左右 私樓是78% 即是將近八成左右 我們其實可以做一些橫向對比 香港我看回它的數據 各種類型的工屋加起來應該是48% 即將近一半江山 如果說起新加坡更厲害 八成多 超過八成 是屬於工屋 你想想 這麼大量的工屋其實它有一個作用 因為它有些是要購買的 它的價格其實是對整個房屋市場的 價格是有一個調節在 現在澳門的私人樓宇佔了八成 基本上它的定價完全可以與工屋斷勾 大部分人都是去買私人房屋 所以造成它有一個瘋狂增長的一個趨勢 現在很坦白這麼說 即是你作為整個澳門的房屋市場 其實是應該要提高公共房屋的比例 因為提高公共房屋比例是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說 讓更多澳門人有樓住 住得體面 住得舒服 第二個 在增加公共房屋 尤其是京屋 或者我們說的一些限價限扣樓 即是京屋之上的限價限扣樓 如果增加這個比例的時候 它們的價錢會在比較合理 或者比較低的情況之下 比較合理 不要說低 比較合理的情況之下 它們的數量又大的話 對整個房地產市場 是起到一個調節作用在這裡 至少你私人房屋 你不可以無罪地增長 至少你也要看回 這麼龐大的經濟房屋 或者限價限扣樓 它們的價錢可能是比較低的 你再增長的時候 可能一部分人就會去買那些 而不去買那些 所以總結來說 京屋的比例一定會增加 看看政府 它有沒有科學施政搜集數據 即是說香港是五成 那澳門是否五成呢 或者是四成呢 當然要達到這個目標 現在是22% 所以你應該有個階梯式 有個目標在這裡 所以我經常說 解決房地產市場 不是拋一個公共房屋概念出來 你是有整體的規劃 這個規劃是落實的 叫做傲人傲地 將我們有的土地資源 收回來的土地資源等等 怎樣在公私樓之間 做一個分配 多少去公屋 多少去私屋 一定要這樣才能夠 解決房地產市場 我想 現在講了多少比例呢 其實是指上談兵的 因為究竟二十多 現在變成三十 變成四十 指上談兵 而問題的關鍵 作為澳門一個 基本法規定 澳門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一個自由市場 自由市場理論上 一個自由市場上面 它的樓市是一個健康 甚麼是健康呢 就是它有不同價格的樓宇 去為不同經濟能力的人 去購買的時候 那就沒有問題了 但現在我們過去一段時間 樓市不健康 在於甚麼呢 我們在樓市 在供應者來說 供應的大量都是貴價的樓宇 而中低價符合本地人消費的樓宇不足的情況 導致現在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政府在這裏 就是一個社會上 市場自己能夠調節 政府最好不用插手 但當現在市場不能夠自己調節的時候 它就是需要 我們針對市場上面 就是中低價樓 就是符合本地人消費的樓宇不足的情況下 我們就在這裏介入 去增加我們那個經濟房的供應 來去調節樓市 而自不然當你的中低價樓的供應量增加的時候 就自不然對它的高價樓是有一個調節作用 這樣就好過去說 究竟我們有多少比例是合理呢 我覺得這一點上面就是 比較容易從市場介入的角度去處理問題 好 謝謝二位 那麼住房問題對於澳門民生來說相當重要 希望政府日後完善房屋政策 保證居民的安全樂意 感謝您收看本次節目 也感謝嘉賓和議員的現場討論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